我們都要知道自己是誰 我們要了解神創造我們的命定 我們的Identity MyID這間公司的高級面膜 定期的使用 從神秘果萃取精華而成的MyID面膜 這個特殊的配方 全世界只有這一家有 所有的暗瘡、皺紋、青春痘 粉刺全部一網打盡 不只是這個樣子 MyID的創辦人設立這家 高檔的皮膚公司的目的 就是要呼籲群眾 對於人口販賣者的 惡行的警覺性 和對於受害者實質的幫助 這些受害者如果沒有被及時的 醫治、幫助 重新回到社會正常生活的話 他們將會是 我們不知道何時何地或是誰 像定時炸彈一樣 隨時都會爆炸 當你在MyID.life購買時 使用折扣碼 AINews全部大寫 所有的利潤 全部都會拿去幫助這些 被摧殘中的兒童 也有部分會來幫助 AINews繼續傳播正確的價值觀 現在使用AINews的折扣碼 還送價值25元的眼膜 臉對於男人跟女人都非常重要 特別是女人 當一個女人有漂亮的臉蛋的時候 她的自信、生活、體驗 甚至拍照的數量都會提升 也會有勇氣去跟不正義的事情對抗 所以今年的母親節 送自己的老婆送自己媽媽一套 買ID的面膜 甚至送自己的女兒一套 讓她們知道她們是被愛的 就是在最近幾年 性別錯亂跟墮胎的這種文化傳播 比病毒快多了 這些都不再是可恥的 而是值得學習的 值得模仿的 殺死自己的小孩 也不再是一件讓人難過的事情 而是值得慶祝的 值得叫好朋友們 一起辦一場party慶祝的 在美國的大家都好喜歡辦party 什麼Gender Review啊 就是跟大家來宣布說 我寶寶的性別是什麼呀 還有什麼Bridal Shower Baby Shower 很多很多的 那這些都是大家聚在一起 為了一個家庭的組成來慶祝 只要在慶祝的場合就少不了蛋糕 但是在最近 一個女生在推特上面發布了一條推文 她也是辦party 她也買了蛋糕慶祝 但是她慶祝的是她孩子的死亡 在推文下面附上的圖片顯示 她準備了一個蛋糕 跟大家一起來分享 蛋糕上面寫著 It's a boy 這是個男孩 那boy最后面那個y被化掉了 改成了RTED 這個詞就從boy變成了aborted 意思就是孩子被打掉了 一個充滿祝福的可爱的小蛋糕 一下就變成了一個母親 在慶祝她的小孩被殺死的聚會 在推文中 這個女生寫道 墮胎是醫療保健 但是也是非常痛苦的 所以如果你墮胎了 那就讓你親密的朋友們 都一起來聚一聚慶祝一下吧 為了你已經做的決定 沉浸在無限的愛和喜悅中吧 謝謝昨天晚上來的每一個人 墮胎是普通的醫療保健 那麼殺死已經出生的小孩呢 還算是醫療保健嗎 現在可能是美國最具有破壞性的 公開殺人法案 正在加州急速的推進 AB2223號法案 這個法案我們之前已經有分享過 就是它可以把墮胎殺人的時間延長了 原來他們說的只是小孩在媽媽肚子裡面 你就可以把他殺死 但是現在這個法案已經把殺人的範圍 延長到了小孩出生一個月以內 也就是說出生一個月的嬰兒 你不想要他了 或者他出來之後 你發現說這個孩子怎麼有一些輕微的疾病啊 或者輕微的殘疾等等等等 不管什麼原因 你想要殺死他 你就是可以讓他死 而且沒有人會去立案調查 而且殺人的人不管是你 還是你的朋友 還是醫生 也不需要負任何的責任 現在這個法案在兩天前19號 在加州眾議院的健康委員會 已經以11比3的投票比率通過了 但是不要氣餒也不要灰心 因為這樣一個通過不代表法案就生效了 我們依舊還有時間 這個法案是要先經過眾議院 然後再去到參議院 都通過了之後才會送到州長那裡去簽字 所以這個法案沒有那麼快通過 但是也是非常緊急的一件事 需要每個人都非常迫切的禱告 如果你是基督徒 請把這件事情每天都放在你的禱告事項裡面 趁著我們現在還有時間積極的去爭取 也請呼籲你的朋友們 一起來為這件事情禱告 呼籲你的牧師 呼籲你的教會 一起來為這件事情禱告 我們要站在破口 我們要堵住任意殺人的罪 不僅僅是那些沒有出生的孩子 那些沒有辦法為自己生命全力呼喊的人 我們也要保護那些已經出生的新生兒 因為我們知道殺人是犯罪 是神極其痛恨的 作為基督徒 我們更有權利更有義務 要來捍衛聖經的真理和價值觀 但是我們也更加的要警醒 因為魔鬼已經侵入到了教會的內部 已經侵入到了我們年輕一代基督徒的群體當中 在杜克大學發生了一件事情 他們學校的神學生 一位神學碩士 在帶領禱禱禱的時候 是跟誰禱禱呢? 他是在跟一位不分男女的 性別流動的變性酷兒上帝禱禱 祝你好 Morning the Holy and Queer One be with you We want to affirm everyone to be who they truly are To step into the Holy One's fire That burns away all that says We are not good enough And refines us by the Pentecostal fire To be who exactly The great queer one calls us to be She's going to start speaking in swollen tongues Strange one Fabulous one Fluid and ever becoming one Do not allow us to make our ideas of you Into an idol You are as close to us as our own breath And yet Your essence transcends all that we can imagine You are mother Father and parent You are sister Brother and sibling You are drag queen and trans man And gender fluid Incapable of limiting Your vast expressions of beauty What do you think 一个神学院的学生 还是研究生 没有办法接受和明白 上帝在创世的时候 只创造了两种性别 他们认真的在把上帝在圣经中的话语 应用在同性跟变性上面 有年轻人能够去读神学院 愿意奉献自己的一生给神 这是非常值得敬佩 而且非常了不起的决定 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到现在的神学生居然变成了这个样子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还都是一些老外的神学生 基督徒在支持着这一些东西 但是在明天的节目中 我们会让你看到我们华人年轻一代的基督徒 牧师 传道人 青少年 主日学老师 在美国的 在台湾的 牧会的牧者们 都在做什么样的事情 锁定明天的节目 带你一起来看 非常感谢你的收看 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全部的内容 我是弗丽莎 我们下次再见